電動車 講起電動車 相信大家在近幾年都見過不少 不過一般所見到的都是外國的品牌 但其實中國現在都有自己出品的電動車 而科技巨頭華為為例 在今年4月推出了幾款電動車 分別是與兩間內地汽車品牌合作的 自旋SF5和阿爾法S 車型具備三大特點 首先是充電優化系統 充電暫少、充電慢、續航不足 一直以來都是電動車的短板 於是華為通過在自選SF5增加發動機增程器 當車不夠電的時候 可以繼續使用增程器燒有發電 綜合續航里程可以超過1000公里 而阿爾法S就採用快速充電系統 只需要充電10分鐘 最長續航里程可以達到接近200公里 其簽是完善自動駕駛系統 阿爾法S採用華為的鴻蒙OS系統 車遇到交通燈的時候會自動殺停或啟動 還會自動監測前面阻礙的路況 並適時對車主發出提示 自動禮讓行人 變換車道等等 這些操作都可以在 在無人為干預的情況下穩定運作 最後就是智能化的座駕操作系統 導航、通話、影片、音樂等的服務 可以在車輛座倉內 和其他流動設備之間流窗接換非常之方便 華為電動車一推出便備受觸目 自選SF5在推出兩日後的訂單量 更加突破了3000格 通過大數據、自動駕駛、高度精進的導航等 智能化的全面支持 相信國產變動車未來發展潛力無限